那麼這位選手在2016年的全國武術套路錦標賽裡面呢 在刀數的部分是獲得了冠軍 那麼在2015年的青年運動會裡面呢 長拳刀數也以全能金牌作手 這在國內的成績就是非常了得 對 非常好的 因為他之前也在比賽的時候代表江蘇的南京隊 我這邊看到的是他的難度也放得很高 待會來看一下 哇 又是一個720而且還落地 哇 這個非常漂亮 再接一個旋風腿 540 又是一個720就差 對 我就說我剛剛這邊有看到一個720C組的難度 真的是欺負人了這個 啊 彈跳非常好啊 這個也是讓我們來看看專業隊的水準 好 速度感非常快 節奏非常要求 動靜分明喔 好的 在這邊居然還給我來一個側空接轉體360 你看 急停 嗯 柔韌度正踢腿 踢頭 對 這個就是動訊盡定的要求啦 是的 你看他的身材啊 那個上身啊 開展度喔 非常了得 對 這真的是做到舒展對不對 對 舒展大方 每一個動作瞬間照張相都是一張藝術照 是的 他的個人武術的架勢呢 跟體態呢 發揮得非常好 對 好的 就像你講 每個動作都可以照相 對 吳兆華選手來自中國 已經完成了他非常漂亮 而且令人驚態的套路 好的 9.7 目前第一個突破9.7的分數就是他了 手針打得非常好 對 嗯 他的套路呢 你應該會懂的